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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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以后就不会错过最新的GameFi资讯啦 首先一样来带各位看一下游戏画面 字幕志愿者 OK相信各位看完游戏画面应该都知道 Society是一款结合了第三人称射击类型的MMORPG游戏 是一个基于科学幻想的游戏元宇宙哦 Society的世界是由Renorock漫画和游戏原作者MJ Lee合作 以及担任剧本作家和游戏设计总监的YK Joe共同开发 那NDUS团队也专注于为玩家提供优质的游戏体验哦 强调游戏的故事背景 并且游戏也具有非常强的可玩性 在设计和美术各方面呢 从3D建模到关卡的设计 为了满足玩家的需求 对高质量的模组也有相当高的要求哦 可以看得出来也算是3A级的大作哦 那游戏在5月29日开始 也会进行NFT的销售 Frontier NFT Diabetes 边境NFT头像 那这个头像也是OG级的头像哦 当然拥有这个头像之后呢 也会有许多空头的福利哦 例如未来有机会获得代币游戏内的奖励等 并且NFT也有分为4个等级随机获取 每个等级都可以提升游戏内的收益 甚至还可以通过皮肤获得额外的收益哦 OK那在开始之前呢 小Y一样来发放福利啊 我们就是要送出OG级的 边境NFT头像白名单5个哦 那想参加抽奖的朋友 只要通过小Y的推特简单任务 推特任务小Y也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OK那这个就是Society的游戏官网 游戏是由NDUS团队约50多名开发人员组成 在Web2的游戏领域也有数十年的经验哦 虽然团队选择不露脸 但是观看游戏画面 应该还是可以感受到团队的实力哦 甚至团队里的O.Ginger项目总监 也有超过20年的游戏设计经验哦 Society是3A级涉及NNORPG游戏 故事背景是在说 地球经过千年的沉睡 人类将从灰烬中重生 将在地球上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研发团队也将良好的故事背景 深深的堪入到这个元宇宙当中 项目也特别强调游戏里的模式 该模式融合了更高等级的装备锻造 地标的建设和玩家互相争夺土地的战斗哦 那这个游戏的土地系统相当的特殊 在土地的NFT上建立自己的世界 并且这个土地系统并不是由项目方开发的哦 什么意思呢 因为目前很多游戏是由项目方开发出的土地 来卖给玩家来购买 而Society不是哦 是让玩家在游戏中得到资源 一步一步的建立出自己的土地 玩家可以参加战斗和其他比赛来获得额外的土地 并且通过拥有优越的土地 或持有特定的土地来获得独有的关键材料 打造更高等级的装备哦 有点像是BigTide的空间哦 也能增强土地贩售的机会与价格 小Y认为是蛮不错的特殊设计哦 那在未来呢 Society的NFT也有一个特殊的机制 项目团队想实现NFT的双向操作 深度融入Society的内部和外部的传输 积极的与主要的项目合作 以实现Web3的互操作性承诺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经过小Y的理解 应该就是说 假设你现在拥有这个游戏里的NFT 它在未来呢 不只能在这个游戏里面游玩哦 你的NFT还可能运用在除了游戏之外的项目哦 例如合作范围涵盖的游戏 和非游戏的Web3项目 Society也正在为不同领域的开发者和创作者铺路 团队将通过优质的艺术和技术 来支持他们的想法 简单来说呢 你的NFT可能在未来会更有价值 当然这个能不能实现不一定 因为现在很多游戏都先画大饼 还是要看之后游戏怎么样哦 OK那Society现在也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所以游戏的相关讯息也没有太多哦 官网这里呢 有一篇有关Society的文章 那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看看 OK那以上就是Society的游戏介绍 那游戏在5月29日开始 也会进行NFT的销售 对3A涉及大作有兴趣的朋友 也记得到小Y推特来参加 OG及NFT白名单抽奖哦 好那今天就讲讲到这边咯 每部影片都需要相当久的时间来制作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也请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哦 感谢收看小Y的频道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